Vanson你好,我現在有一個問題在新的W-O System裡面 我現在用這個就是Lite Case的東西,所以你看一下 我有一個客人,Holesale,是1CM這個公司 Seeder,那他訂單第一個是在9月5號 659020,第二個訂單是在9月19號 今天661398,那我先請到9月5號的 你可以看到Payment是Complete,然後Status都已經選了 這個東西我們目前還沒有Process,所以是Attention,然後Payment是Incomplete 那我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子 Go to the Generator 我們現在如果到了這個所謂的我要Generate Report 那我把這個Day Range用到5號到19號 然後我查他的公司名字 那這裡我現在的問題是Payment Status 不管我怎麼選擇,不管是Incomplete, Complete 或是Any,他的這個Result都是一樣 所以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使用,我有點搞不勝懂 因為我記得不是應該只會秀 你選的Status的狀況嗎 所以表示這個東西是不Working嗎 還是怎麼樣,就是我有點搞不太清楚,理清楚的地方 你跟我講一聲,到底我哪個地方可能用錯了 那另外如果是,同樣道理 照理說我不應該需要,一定一定要選一個Company 我應該是,我可以選Day Range,然後這裡會秀All Company 但是這個Status also because the status出來才對嘛 不管只是只有其中一個Company 照理說應該是這樣對不對 你讓我知道一下,謝謝 Please thank me